天文台晚上發出1號戒備訊號 在南海的瓊魚已經增強為熱帶風暴 不過天文台預料今晚和明早發出3號強風訊號的機會不大 入夜之後尖沙咀的雨勢越落越大 風力亦增強 天文台晚上9時40分發出1號戒備訊號 在南海的瓊魚繼續向北移動 大致移向海南島去到廣東西部一帶 隨著瓊魚逐漸靠近華南沿岸 我們預計本港離岸的風力將會逐漸增強 相關的強風驟雨也會在未來兩三天影響沿岸地區 按照現在預測瓊魚的移動路徑 在星期日曼和星期一的早上 需要發出3號強風訊號的機會不大 多個地區下午亦落大雨 沙田和張公澳的雨勢比較大 天文台錄得超過30毫米的雨量 大雨期間 河文田山道有大樹倒塌 尖沙咀中間道也有棚架倒塌 無聲電視機閘 陳嘉欣報導 尖沙咀中間道 更寂寞